作曲 李宗盛 我把头是有毒 要乃乃七地普通 老人家就开心送 少年这就是爱情好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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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把少年爱满沫 来手满沫 来手满沫 少年爱手满沫 佛豆漫沫 万无佛豆 佛豆漫沫 万无佛豆 佛豆思鬼朝夕多 万景水啊声声好 逍遥自在地本乎 贡赐佛豆的万佛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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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快乐联播 帮我听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佩快乐 本来要说大家来听 不过今天没有call in 好 今天我们可以收听到的频率 大大部地区是专禁 我们在FM19.3 大中中华南大地区 我们在FM19.5 台南家的观念 我们在FM19.3 台南高兴冰冬 我们在FM19.5 朋友地区我们在FM19.3 你也可以利用网络来收听 我们可以上这个快乐联播网 Happy Radio 我们的这个网络就有在进行直播 我们今天在空中 要为我们听的朋友 邀请这位特别来宾 要问一下 为什么他没有卷起袖子 跟聊下去 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国民党新北市的党部主委 李乾隆 李主委来跟这部闲通 注意好 佩佩台长你好 快乐联播放的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哇 这次的领委補算 大家在那等等等等 就是在等 国民党的三重的人选 一直选我不好 不是说选我都不好 因为一直都有心目中的人选 当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希望说 三年报我们以前在地 立法委员朱俊晓 这个是非常好的人选 而且他这一次浮选在三重地区 浮选侯友宜表现得非常好 过去民进党说三年报是历史大本而已 所以他们号称说 这一次要赢几万票 结果我们这一次小输了八百票 那如果说 以立委的选区来说 你卫山区我们有十六里 拨队落酒去 这十六里比较偏绿 那如果这十六里割掉以后 百里落酒去 其实这13里 133里 国民党还是算赢的 所以我们一直锁定是这个朱俊晓 那朱俊晓也一直想说 哎呀他离开政坛那么久了 安逸的生活过惯了 他也不想再重新 所以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等他 当然我也一直在想 想说没有朱俊晓不愿意的话 我们还有人选 就是以前的管理员胡舒隆 也非常优秀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等 那我在想一个优比的领算 就是我们 郑世伟嘛 郑世伟我们也说得很清楚 三年坡如果有人愿意跳出来 我想你就是备胎嘛 那他心里也很有数 他愿意来当这样来 卷起袖子撩下去的人 表面 当然我们的主席 吴主席还有很多人 他说 应该坚定撩下去 应该叫我说撩下去 但是我考虑的结果就是说 我在新北市国民党的董伍里面 做主委 是庚教的角色嘛 庚教不可能再来捷球嘛 尤其我 我提供要到100kg 捷球人扩不上当啦 没啦 主委 要不过 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 您的 其实我们说富生最高 你刚才减攻减党 就是您本人 因为你是土生土长的三重人 你是三年宝出席的嘛 然后在三重也当过市长区长 所以你对三年宝其实是非常熟悉 甚至你几乎 说大半辈子可以吗 几乎都在三重嘛 对不对 这个我不否认啦 我在地三年宝 我是地八台的人 当初去台湾 就都没有办法离开三年宝嘛 所以在这里站在八台 我们十二台出席了 所以在三年宝这个时候 我们会说站在两百五十年了 所以一直对这个土地有很深的感情 所以我当年是四十五天国民董等一台救 让我叫我选市长嘛 也是在临危寿命 四十五天能够打赢也不容易 然后过去人在说三年宝不连任的事情我也连任了 所以做高年 又聚到一年就有改字嘛 聚到一年 所以过去在三重 我深耕三重啦 所以我对三重有特殊的感情 当然我们党主席啦 各方面大家说 最适当的很选是我嘛 对啊 我们当然很想看这个两个主委之政 阿佩啊 佩佩你不知道啊 我这个 我因为我 去年九月一号 先派任我做国民党董部主委 年后十个车又用党员直选出来 所以今年 这个现在做董部主委 以前如果国民党全胜的时候 这个董部主委是 一座办公室 万民操办 现在同样这四年 但是 电脱头下 要操办万民 所以你看 国民党在那里 让民进党 打趴在地上 党产冻结 现在都年薪水都发不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很不客气 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薪水 也是要发到差不多一百六十万 一百八十万 所以 加四五会 一个月两三百万 这都自己去自仇 所以我是因为 看到国民党在这样子 最低迷的状况下 我撩下去 真的有撩下去 你看 那这一次这个 市长的参计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以前国民党在参计 都有对各个地方的 竞参中博 都有开办会 博作 教练拷手 现在一毛钱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次 二十九位竞参中博 都是自筹裁员 所以我们算算 这次也 二十九个区这样 自筹这个竞选总部的开销 六七千万 七八千万 大家出钱出力 所以你看这次 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说 所有新百姓的市民 愿意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在国民党最艰困的状况下 没有钱来参计 但是能够这一场仗 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 我们国民党 还能够拿到 将近一百二十几万票 不简单 那宜完也过了 六十六社会一半 三十三 所以我在想说 我为什么不聊下去 我希望 我跟主席说 主席一直在前 一个礼拜以前 还是一直 一直说 可能三年不你来 你看看 你来算 有机会 但是我一直很有信心说 现在我们郑思维 大家都说他露酒 这三种露酒 是同一个所在 宜完的选举 是三年不露酒合选的 只不过是立委 因为是分作 三十万人一生 所以三年不四十万人 所以八十六年去露酒 所以这样分了 那郑思维他本身 也是三重当过议员 还有三年不过在公司 做四年外的负重 所以他对三重 本身也很深的 这个观音缘 所以我没聊下去 因为第一 我年纪有了 有黑了 所以我们一直标榜说 要四带交替 所以我这次议员的 帖名有六个 年轻的 六个年轻的 你看 都是出事提升 第一次算 我们很紧张 但是所以这六个议员 我们一直很努力来服选 所以这六个新的议员 新的年轻的议员 在六个选区 有三个第一名 得票率 有三个第二名 所以我一直心中有个盘算说 我们还是要应该要 鼓励年轻人出来 国民党不能老是一件老面孔 所以我这就说 所以我才决定说 我还是来抬轿子 不要坐轿子 所以我是来鼓励 郑思伟出来算 是是是 所以张已经确定了 确定了 我们昨天我张也不过去定期了 他跟我说 那二十万是 他没有带上去 有他的通告费那么多 有通告费啊 对 像一次电视就有通告费 没关系 因为我知道这次的双计 其实国民党 我们全台湾都打了一个 很漂亮的仗 这大家都看到 也感受得到 那确实呢 其实民进党也要欢迎说 国民党在没有钱的情形 因为以前大家的双计 都说国民党是佣籍 可是这一次是在 非常艰困的情况下 整个台湾几乎 几乎整个变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给 民进党一个重重的一击 所以现在大家都要接地气 所以任何事情都要接地气 好那 民进党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您自己刚才说的 我们在三顶部 生根了这么多年 那为什么 你自己感觉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在二年的礼位 都是民进党拿走的 国民党一直打不下 原因会是什么 我告诉你 这有时候是机缘 第一次我选的是 我做两年的市政完 我就会选入委 其实我那个时候蛮有信心 最后两天 拜债说 说那个检调单位 大肆搜索 说捏一些 我们一些条下架 说我们会学来什么 所以他们这个民进党很会 很会用这个选举划照 所以一夜之间变盘 一夜之间变盘 所以所以三年部 我那个时候是很有信心 一定可以拿下这一席 那你说 三年部说 绿油油 我倒不认为 你看不然我怎么可能说45天选上市长 然后过程连任 又做高年 所以我感觉 三年部当然很多 大家讲说 它是绿色的大本人 因为这个人口结构的关系 中南部 中南部云嘉南 站在第二家 来北部爬天 还是现在落脚在三重 所以说起来南部 在三重的人口结构 中南部的大概有70% 在地才有30%而已 所以你说三年部 会有这样人口结构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参景 大家老百姓 尤其北部这个地方 大家都是参人 选人比较重要 现在医院好像会变相这样 对啦 所以我蛮有信心说 我们这一次用郑世伟 这样年轻世代 年轻世代 而且他能够接地气的人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机会 不是像民进党他们讲的 他们斗定尼干 我想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我鼓励他出来 我想我也有责任 让他 我来辅选他 让他能够顺利浪选 而且这个人 不错啦 第一个年轻 第二个他在地嘛 第三他也有他的专业 也有在地方深耕过 所以我想 老百姓 我们的三重乡亲 应该会给他机会 那主委有给你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这次 我说大家也是内心都知道不争的事实 就是说这一次国民党会大胜 就是跟寒流有关系 那个整个席卷 其实你怎么做到就做不到 其实他跟之前2014的时候 民进党的专业也同样 诶 台北市中调 你看新北市 你讲的2014 2014真的 新北市12岁 以前是国民党10岁 民进党2岁 结果2014存2岁 国民党存2岁 民进党10岁 所以 这个是一个趋势 对 趋势 所以 不是就那个小兼跟兄弟有可能 所以我感觉说 这一次 这一次 尤其2020 我就说 我自己头头的暗自期许 我把这一场仗在 稳住新北的12席的立委 最少 我们拿回8席 所以我说服了我们的主席 你叫我下去选 这一场我自己这边撩下去 马上接下来要再选择 你们是 新北市这一场我就把 我没办法坚固了 所以我在想说 鱼与熊掌 我们要有一种取舍 而且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有年轻人出来接班 所以我们一直说 朱俊晓是最好的人选 他上次跟余天也是差一千多票 所以大环境来讲 对国民党是有利的 所以您觉得现在寒流还是会有帮助吗 会啊 所以现在说南有卖菜兰 北有卖菜兰 南部卖菜兰 其实我觉得很多民众都觉得 这一时刻啦 跟11月20号 其实那个氛围已经有点不一样 11月20号在三天 你会觉得整个氛围就是整个 我们讲 可是现在可能已经开始执政了 然后民众也开始检视了 就是他的潮其实还是会有 有一点点退 你有这样感觉吗 还是还是 是还是很强 佩佩你讲的这个 我同意啦 我觉得说媒体一直在 一直在报道韩国瑜这个 我觉得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是一个危机 你看他一直追着他 哪有时间去办公室啊 没有啊还有就是说 我也会放大嘛 哎呀你看 他今天那天不是说一句 连那个清洁人员也要去背 哇这新闻报很大 所以他的文字被放大了 所以我觉得说 他应该专心于市政啊 但是我觉得说韩国瑜的旋风 还是会在 他这个过去人家 对他在这个卖菜狼 在一位里面跟 跟王世坚这个答训 还是念念不忘 所以我们的政事委 也是一个果菜公司的副总经理嘛 待了四年嘛 所以南部的卖菜狼 挺北部的卖菜狼 这个我想还是有他的一个效应啊 但是不会说像这一个旋风 不可能一个浪头永远在顶尖嘛 所以一定会下嘛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说 呃 正事委也是一个新的新的面孔 不是说新人啊 但是总觉得说比较年轻啊 跟现在余天比起来 他年纪还是轻 是是 较少年 较少年 啊你又说要冲 要冲上海还是有啦 是 所以其实金麦告3月16日 要有一段时间 那这几天 这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呢 但选民的投票 也会因为发生什么事情 有所不一样嘛 你看 那 诶 在1月 11月20的时候 那时的整个民进党 人们说在六岁 所以他整个气势 是整个很很严重的往下走 可是你看这几个 这这这这一阵子 非洲猪瘟 习近平的一国两制的这个议题 他变辣台妹嘛 中文变辣台妹 诶 民调起来了 内阁换了人之后 感觉诶 接地气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会不会也有可能 到时候会去影响 因为有时候双季 你也会觉得很妙 就是他并不是 真正两个候选人之争 有可能他背后的那个政党 会去影响很多民众 这个投票的选择 现在 我觉得 郑思伟一个比较 跟对手不太一样 就是他是一个 中产阶级的一个小孩子 家里没有说像 有很显 显要的一些家产 什么东西 现在的社会的氛围 宣计 贤贫寄负 这种心态在很多地方 忌负的忌度的忌 忌度啦 你贤人金万人补啦 台湾的就是贤人贫 万人补啦 你就嫌人家穷 看不起人家 看到有钱又嫉妒 所以郑思伟他这样子 他说 哎呀这二十万了 好不容易 太太也欠不起来 你出来 做保证 这个一点 我想 是一个很中产 很平常的一个 出身的一个年轻人 愿意出来承担 我想三重的乡亲 这一点会对他有一些认同 是 这个我说的就是说 你看我们租赅小 他也想 家大业大 人家就在说他怎么样 像我以前也是 饱受其害 说我差地赔 我做什么 其实都是 他们很会用这样的负面 来打击你 那我想我们郑思伟 这一点就蛮好的 所以一个很务实的年轻人 愿意出来承担 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 我们的乡亲 鼓励少年人 万一出来承担 万一出来侯母 他讲了 背高级的时间 当作三位级 这背高级的你 如果做得好 拜托大家继续再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 年轻人愿意出来承担 我觉得大家要鼓励 是是 但是我们说双肌 就自己努力 然后党的影响也很大 刚提到的 但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身边有猪队友 也是很辛苦 好 我们待会来说猪队友 现在时间来 考古典23分 到底什么是猪队友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 好好跟大家来聊 今天的观众 为我们听到众朋友 邀请的特别来宾 就是国民党 新北市的党部主委 李千龙李主委 来跟这部现场 我们下期见 最绚丽最华丽的光影赏宴 就在屏东彩灯节 今年以彩虹元素 打造50组缤纷灯室 庄严4.7公里的万年西畔 有雪上灯室造景 光雕投影互动灯区 不只赏灯 更能体验光影的变化 1月25号到3月3号 欢迎来屏东万年西 感受彩灯节美丽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戴姿颖 听说你是防灾大使 最近我的宝宝出生 有什么厉害的神器 可以维护居家安全呢 那一定要介绍 好用居家物品 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它可是具备及早通报 便于安装 易于检测等多个优点 而且侦测到烟雾 还会发出声响呢 哇 那我要多买几个装在家里 这样我和宝宝都安心 住警政策抢先机 居家安全有助力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报道新闻 国民民已经保育 有10年保育期间 也就是超过6款期间 10年的保育 就无法保育 也没有近3年之后 也会影响到 整个国防育用的款页 建议国民已经 被保险人 要重视更注意 减着保育的状况 才不会造成款页的顺势 如果有几个早期 保险育要被保险人 各位应该要提早几个保育 兼顺保育安装 另外 卿火期间如果越长 比赛就越多 两只交情保育 才能保重重新的款页 以上是老东坡 六甲保险居公格 最绚丽 最华丽的光影赏宴 就在屏东彩灯节 今年以彩虹元素 打造50组缤纷灯室 庄严4.7公里的万年西畔 有雪上灯室造景 光雕投影 互动灯区 不只赏灯 更能体验光影的变化 1月25号到3月3号 欢迎来屏东万年西 感受彩灯节魅力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欢迎再回来 这部的现场空中 我们为我们听的朋友 邀请的特别来宾 是国民党新北市的党部主委 李千龙李主委 来到职务判定 和我们刚才说到主队 因为刚好是 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事情 所以 宏丁和我们听的朋友 来了解 就是有关 这个 余天的太太 这个包包的事情 房车车说包三千 他说他开玩笑 因为他今天其实三点 还有召开记者会 他说他如果没有 要赶快出来灭火 我让我们还不用算了 因为 人没去 包三千 你陷人包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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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的婚礼 女儿的婚礼 说花了七百万 其实就是 我们会觉得 这个就是租队友 因为算去 其实已经没好算了 就像刚刚主委说的 票只差八百九十八票 我们要二三三人 保的这个票 才差八百多票 对其实很容易翻盘的 因为现在普遍的民众 对民进党还是不信任的 那当然 是不是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绿的票商 经过努力 也是有机会 因为票没开出来 我们不知道 就像是你 你不能把 我们正面加分都不合 怎么会负面的这个 让民众有机会 有这个话题去攻击你 而且我觉得这个议题 是会延少的 这个叫租队友 那主委 其实你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如果选举 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你们也会很无力 这不算无力啊 会觉得很 很 很懊恼 可是其实不要说 那个 亚萍姐 因为我 我蛮多场合遇到 雨天大哥 尤其在外场主持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 真的都是个好人 那当然有可能 亚萍姐说 我一说生气了 这种话 你怎么连搞 是不是开玩笑 都搞不清楚 那当然是不是开玩笑 很多人解读就不一样了嘛 但是我是说 除了民进党这样 其实国民党也有可能 不小心遇到组队友啊 那像这种你们内部 都要怎么去协调呢 我觉得啦 像这种东西啊 政治人物啊 他周边的人 或是跟他相关的人啊 都应该谨言慎行啦 像 像这样的状况 真的是 很伤耶 很伤 非常伤 刚提到八百票应该都没了 对 尤其是报红报 这么敏感的事情 我跟佩佩台长讲 我觉得我们三重 三重 其实我感觉得到啦 三重的乡亲 也不会说 他一定对民进党一定特别偏爱嘛 所以只要你这个人选是好的 他认同你 他一定会给你机会啦 就像他给我两次当市长的机会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 这个猪队友 对一个候选人来讲是一个很伤 非常伤 而且哈 他应该自己余天 他自己应该也很无奈嘛 嘿 而且这个 又是自己老婆 对 而且这个没有处理好 我觉得那个后续效应会很可怕 嗯 而且他花了一个婚礼花了那么多钱 花七百万 人家的交情 嗯 或是因为人家的经济状况 嗯 或是跟你的交情 对 他认为只是这样子而已 对 你拿这个来做文章 我觉得 对 而且还还在媒体上这样讲出来 伤了人 伤了自己 伤了 伤了包里的人 对 而且 他讲公伤起来开玩笑 但这个不好笑 这个 这个不是 欸我包包包我都不太敢讲 我包多少人 还被人家公开出来 嘿 真的是 这个 蛮惨的 对 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很伤的事情 嗯 包红包人他觉得说 搞不好是因为 呃 交情就这样子 嗯 那包这样的 被你拴成这样子 嗯 自己婚女又花那么多钱 你自己在乎这个吗 进来进来 对 所以 这个不好啦 所以真的危机应变要赶快处理好 不然真的刚提到只差这八百多票 可能都没了 不过呢 其实我刚提到的 如果说国民党这种租队友 你们会去去跟那个当事者沟通 叫他不要再放话吗 会吗 会这样吗 当然 就没办法 不不不不 当然会 像这个东西啊 像 这样的一个租队友 都 我们都随时 要 要 提访了 而且 愿意出来帮忙 你就不要再 再有一些失言的 所以我想 嗯 我们应该不会有像这样的租队友 嗯 哈哈哈 真的 不过真的遇到租队友 你要赶快跟他讲 叫他闭嘴了 或者是不要再发言了 而且他还想说 余天还想说 叫他老婆出来选 嗯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真的要危机处理 真的 真的民进党要好好的危机处理 不然真的 这一席 他在李主委的努力之下 就失掉了 我不会因为他们 有这样出队友 我们就切切 暗自切喜了 是是 我们还是会很努力 一步一脚印这样 好 不过呢 现在 现在在看的就是 我们这次的 这三个渣辣和的投票 但是老实讲 很多人看的是 虽然面临的是三又十六 但很多人已经看到2020了 对不对 所以您也是刚刚提到 有把它当作2020的一个指标 对 所以现在 现在你看 新北市了 怎么也算哭了 因为它是领口所30万人 算这个立委嘛 所以我们是12个选区 算这个选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开始在规划说 哪一个选区谁要出来选 已经太少人了 谁最有胜选 像这个我们下礼拜 我们都要到党中要去报告 可是如果气势好的时候 大家都要揣 到你们初选 可能又要 大家又厮杀一轮了 像这个东西 就是游戏规则定好以后 就像这次市长选举 游戏规则好了以后 你看我们周锡惟展现他的高度 展现他的气度 翻盘以后就是愿赌服输 相忍为党 所以我想也不会 像市长这样 这么困难的事情 我们都把它弄得四平八五 所以我们这一次 尽早来规划 农历年前我们都让大家有意愿的 都让你表达出来 然后我们再进行协调沟通 就是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机制 就是来选出一个适合的人选 谁最有胜选的机会 我们就来推谁 以最有胜选机会的来为主 所以我们十二个选区 我们现在在看 我现在不敢讲的太满了 就像这一次的议员的选举 我们提名三十六个人 我心中那个时候按字盘算说 我应该有三十五席的司令 但没想到我们又调了两席 这两席就是这个三峡 这个六山头输七十几票 三元三绿原住民输一百多票 这两个都很意外 所以我们后来 我对外讲都是三十二到三十三 那其实心中是有三十五席 所以你们的把握是在说 选前你们自己最后做的那个民调 评估 一定要这样 所以你选 那尤其这一次到后来 我们蛮有信心的 那个寒流当然有影响 那这一次2020我们也在估算嘛 估算新北市 但是这一次 这次侯有余赢了这个票数 是不是大总统大选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势力 是是是 我觉得蛮有信心的 那立委的席制十二席 我现在能讲说最少八席吧 最少我们能够拿回八席 那你看现在 现在虽然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还没出来 但是立委现在已经大概已经 雏形已经出来了 雏形出来以后我们就 过完年我们就展开协调 协调 然后再来调配这个候选人的选区 嗯 这个我们现在就 接着就要做这个事 是是是 其实主委讲的是没有错 不讳言 阿伯知道蛮多的立委 区域立委 现在 很坚定 还好 确实 还好 现在你看 我文字很坚定 我跟你说 现在我们这个两席 是稳稳的 这两席一定会有 嗯 罗明才跟我们那个林德福 嗯 那其他的选 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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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现实 不是说要拚 就是现实 都没了解 所以确实是 那个局势是还蛮紧张 确实没有错啦 因为这次议委双到这样 民进党看不出来 他们自己也会很紧张啊 所以其实 2020 确实是一个 啊 不知道怎么贴拼 对 我觉得民进党也会使尽 荒荒之力拼 啊 当然国民党这边也会 现在啊 最重要就是我们侯友谊的施政能力了 这段时间一定要让老百姓有感 有感 而且我觉得我们侯市长 然后这段时间来的表现 真的是 穿上去 聊了 然后换了一些团队进来 也都 蛮有他的专业的 所以 我想 我前 昨天 前天才去跟他见面了 嗯 一些市政府老百姓感觉的不是很好的一些 点 一些点 我提给他 他说 派兄姆说 哎 要花两三年 嗯 啊 请个死罩也要花一两年 嗯 我说像这样的东西 嗯 那些人去 这是简单比一个 你说人家 建设去买一个土地 好几千万好几亿 嗯 你请一个建造要花两年 那你 你这些人就卡在那里 嗯 啊 那去住去好啊 你一个书叫 要领个书叫 哪 等那久 嗯 我觉得过去像这个东西啊 是 呃在辩民方面是 比较欠缺一点 嗯 他都感觉的到 他说这个一定要有一些 哦 方便 这个 这个措施要出来 是 然后他也感觉到说 这个都更 过去的都更 是太慢了 嗯 速度太慢了 他有一些哦 像 老旧的海沙屋 像这个都更 他都也注意到 嗯 我看他现在请来的这些 呃 副市长啊 都这一方面专业知识也都够 是 所以我想 包括说 要老百姓 所以这个 呃 立刻勇敢 立刻勇敢 嗯 这这些 公托啦 嗯 嗯 长照啦 对对 像这个东西哦 社会福利 都要建局 立刻 嗯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 呃 侯市长 因为他担了八 八年的副市长嘛 等于几乎八年的副市长 嗯 跟在侯有 朱市长旁边 是 哪个地方是缺点 他都很清楚 嗯 哪个地方可以加起来 到很清楚 嗯 我想 我想 未来2020 国民党在新北市 能不能 迎向他这些票子这么多 他是很关键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期待 侯市长这个 嗯 让这一年的时间呢 让老百姓赶快有感 嗯 所以这这一点我想 会 也会 他应该也知道说 嗯 所以他也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嗯 没错没错 因为 其实不是当事者自己努力而已 背后的那个团队 一起打仗的那一个伙伴 也是很重要 不过刚提到就是大家都关注2020 其实2020不只是立委而已 2020还有总统 对 但是你刚才说的 好友以后 不是 那个发生踩地盘的事情吗 什么人不是在说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 这个 这个感恩茶会是我办的 嗯 我办了这个感恩茶会 我邀请 这个感恩茶会 是主席要 下乡到每个地方去感谢 所有的市民对国民党的支持 嗯 这个是主席下乡去做感恩茶会 嗯 这个茶会是我办的 嗯 我也邀请了侯友宜 也邀请了这个朱市长 嗯 人家朱市长他也蛮客气 他 他就 他就认为说 这个场面 他来可能不宜啊 不需要 所以他也没有来 嗯 那我想这个 这个媒体啊 见缝插针 啊 他说 他就问了 已经 已经他也要上台去讲话 他突然冒出了一句说 欸 外面都说这个 这个 吴主席你是不是踩到朱市长的地盘 踩地盘 哎呀 这个这个哈 见缝插针啊 可是问题是 王就那几个嘛 啊想选的 该表态也都表态了 那你看 你看那一天 还是有差 那一天 侯友宜不是也没那些走啊 是啊 像这个东西都见缝插针 嗯 他侯友宜来 他因为他开市政会议 所以 延到十一点钟到 嗯 但是他因为刚上任了很多事情了 嗯 所以我前几天去看他的时候 也是排队啊 外面排一堆人在 嗯 一堆人啊 所以 所以 现在 上任来 哦 大家就想要去开市政会议 当然也是来提供一些意见 嗯 所以那一天来 慢一点到 我们 人家我们 吴敦毅主席也说 啊 一市政会议办这个 嗯 嗯 那 店后讲话就是 吴敦毅嘛 嗯 所以他 侯上去讲完话 以后呢 他就下来下面 嗯 嗯 他跟我说 我实际上是要快来走 但是哦 我可以让记者见封叉叉叉 我还是老了 听主席说完 我才来走 啊 他又 留在底下 嗯 听完才走 听完 然后 主席要选择 他就说 哎 我没法老了 他就选择 因为他照相又要照半个小时 嗯 所以后面满啦 行程满 不是说因为他 嗯 因为不是他的人 哈哈哈哈 要挺老长官 哈哈 我也是感觉 郭敏 咱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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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咱 咱咱咱 咱咱 咱咱 咱咱咱 咱咱咱咱 你是什麼人 我跟你說 我這邊 左臉寫豬 右臉寫吾 阿文靖民要出來 我說那個人 我中間寫一個馬路里 這兩邊都要講 什麼人 最後國民黨誰出現 我們就支持誰 所以你看 我以前的市長起床選舉的時候 周四位 侯友宜 他沒說我的姻緣最深的是周錫瑋 你看我也是很公平 周錫瑋常常都說 我心偏一邊 我偏侯友宜 我說報告老憲長 心當然是偏一點 不是在這中間 所以你有時候出來講話 不要批評到國民黨黨部主委 黨部批評太嚴重 我說萬一你出現的時候 我還是要服選你啊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我們用國民黨應該會有一套公平的機制出來嘛 誰出來 到底什麼人出選 我們都全力支持誰 國民黨現在基層的黨員或是老百姓都認為說 國民黨不應該再分裂 國民黨要團結 台灣人一定會給國民黨一個機會嘛 政黨輪替在民主社會裡面是很正常 你做不好 你就是落台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國民黨2020如果團結 重返中央職這個機會非常的大 你對這次雙擊就看得出來 有機會是很大的 你看看喔 21館期啦 16個縣市 你看說 家戶議長 只有撕掉一個地方 所以機會其實是很大的啊 很大的啊 但是就是就像你講要團結啦 你還要亂操操 還要做什麼 對啦 那是金大哥 你這我看是國民黨應該記取教訓啦 什麼人出選就知識誰嘛 真的吼 就是有時候你沒到那個時候 你也不知道有什麼人會這樣 但是確實團結是不二法嘛 是沒有錯 我知道你沒問我說 憲童你知識誰 吳童我本來要問啊 你就先講了 沒有了我支持佩佩 對 不過說到那個地盤 大家說 不是後來那天朱主席的 不是朱主席啊 吳主席就說 新北地盤就是您的啦 所以不要再講什麼採地盤啦 不是我的地盤 他說這個地盤是全中華民國所有人的地盤 這不是我的地盤 不是你的 我服務的地方 是是是 OK好 所以呢 我們從3月16 有就可以看到2020 那當然你說 3月16真的就是2020 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耕耘很重要 就像剛剛 呃 主委講的吼 你 新北市的耕耘 吼 起定的耕耘會影響 但是你說中央的耕耘有沒有影響 也是有啦 中央也不是做得亂操操 我相信明星不會 才兩年的時間翻成這樣 他整個是病的你知道嗎 吼 所以呢 你不要說兩年吼 接下來是一年對不對 一年其實民眾的賞味期真的越來越低 我對一個事情的容忍度 沒有像以前 我給你四年 給你八年 沒有 兩年病 一年有可能病 沒有 也是有可能的 吼 所以呢 我覺得政治人物應該都要記取這一個教訓 吼 吼 為人民好的事情去做 我相信選票就會支持你 好 啊 我們時間進到這裡要再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聊聊 有關檔會比較輕鬆的 吼 說得有給我們 請就不要請來特別來賓是 國民黨新北市黨部主委 李千龍李主委 來跟早部現場我們去看一看 男孩子 女孩子每天都要刮鬍子 是 那一般都是拿一種刀片式 手動的 對 想來烤箱沒來烤不乾淨 要刮鬍泡要補充包 一組多少 七八百 對 啊過去有什麼電動刮鬍 沒用你知道嗎 不可以洗 但是現在空機在發電 現在是整機可以洗 你整機喔 你給它等那個 像潛水艇吼 丟在水裡面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人會出油 會流汗 你過去電動刮鬍 你如果不能用水洗 吼 膠原都會怎樣你知道 皮膚紅腫 燒癢過敏 那刮鬍刀你把它打開都是 很臭啦 對 送你一支臉有沒有 刷子用把它刷一刷 那用很難用 不是啦 很噁心的啦 裡面都是細菌啦 所以說很多人電動刮鬍刀 用一段時間之後 他不敢用了 對 會瘦嘛 會揹嘛 會咬嘛 但是我剛才說那個手動的 他會生一生 他會有時候要流汗 如果沒有到來 刮到這樣 都拔鬍子 如果想來刮到流汗流汗 對 現在科技進步 我們剛才說有泉水期 對不對 而且現在是充電室 對 你現在三刀頭 是充一次電 連續使用50分鐘 丁音你充一次電 我們是不是一天 刮一次水手 對 對不對 兩禮拜 現在你就 大學啦 做兵 你如果說買一支刮鬍刀 萬幾塊給他 哦 我如果判斤他 都對他沉冠啦 是 有的刮鬍刀 也一樣 嗯 只不一樣白煮而已 是 差十倍以上的價值 妙祖父就是堅持 又好又便宜 是 我絕對不來相信 幾才是好 我們今天來聽幾句 剛才再強調 泉水洗三刀頭 浮動式的 對 啊充電式的 我們都說兩支嘛 對 啊兩支要買你多少 哦 兩支九百九十塊 九百九十塊 買一支 送一支 兩支 兩支 九百九 對 保固一年 對 我們派他去 不會派他去哦 嗯 我們換新的 什麼樣 好棒哦 聽到我還在 跟你介紹這個東西 你就趕快買 嗯 當時要買賣不知道 兩支 泉水洗 三刀頭 對 充電式 兩支九百九 這個規格這樣的組合 你在外面保育公司 我最便宜都可能要一千五 已經 對 沒有白支的哦 嗯 今天我們是 妙主婦 是 有機會 快樂 最豪康 給你越來越快樂 快樂台灣 無限精采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 做我的現場 空中的為我們聽見 今天特別來賓 是國民黨新北市黨部主委 李前龍 李主委來做我的現場 那主委您還有一個身分就是 仙社公的董事長 還有三重宗教文化發展協會 李主持人 是 三人寶寺廟 我做市長的時候 有電器沒有電器 他要 行動了什麼 六七百斤 嗯 所以 聽說三重的燈會是您最先辦的 這個三重 以前我做市長的時候有辦過燈會 那這一次在算如果說龍烈來說算今年 如果新烈來說說古年 古年我們跟新北市啊 宗教文化發展協會 跟新北市啊 辦了一個兩岸宗教祈福燈會 邀請哦 南京市委 副市長 副市長 還有很多的他們的宗教的寺廟的 等於有十二祖來台灣 那台灣這邊哦 我們三重的寺廟跟新北市的寺廟 也贊助這個活動 是 所以去年的參觀人數大概一百五十萬人 很盛大 在書文道裡面辦 是是 那因為有去年這樣成功的經驗呢 今年 我們 朱市長在還沒卸任的時候 我們還在繼續來擴大辦理 所以他就說 你如果有機會 去台廊 來邀請江蘇省的其他比較有台商多的城市 一起來參加 所以這一次 除了南京市以外 有昆山 有蘇州 有鎮江 有長洲 江蘇省的五個城市跟南京市這六個城市 一起來 共襄盛舉 所以這一次的燈會他們 總共來了大概有四十組的燈會 去年的三倍 哦 總共大概有四十個貨櫃 那我們這邊當然不能說只有大陸的燈會 我們自己 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宗教 宗教方面的燈 像觀世音菩薩來的 我們台灣常來擺的燈 都有了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 也有主燈 那個主燈就是天燈起伏 新北市的國際的知名的 那個就是天燈啊 放天燈啊 所以今天設計了天燈起伏的一個主燈 還有一個西遊記 西遊記裡面竹八戒 相關資訊好像都還沒傳 我都還沒傳到 所以現在偷偷跟你講一下 陪陪你就來問 會有這些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燈會 這一次是去年燈會的最終四倍端 哇 所以那今年呢 因為新北市又在蘇黃道做了一個城廣橋 嗯 跨越蘇黃道兩側重建 從捷運站這邊到另外一個堤防這邊 所以我們今天也把那個橋 佈置的像一個雀橋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賣點 那這個燈又增加三倍多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是在國立的2月18號開燈 就是浪烈的城市 開燈 開燈呢 然後大陸那邊 他們也會有一些領導幹部也會來參與這樣的燈會嘛 他們這一次也花了滿多錢了 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兩岸的起伏燈會 能夠促進兩岸更多的交流 是是是是 所以我們侯市長也講說 哎 他也受到那個那個 那個韓 韓市長的影響 哈哈哈 也不是說受到影響 他自己本來就想說 嗯 應該 兩岸多交流 嗯 多交流以後 減少大家的誤會 嗯 讓這個兩岸 不管在經貿 在宗教 在文化 教育方面 嗯 多做溝通 嗯 所以他也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燈會 嗯 以後變成一個常態性 然後不只是只有燈會 嗯 也希望兩岸之間哦 嗯 像台北市跟上海市雙城論壇 嗯嗯 我們也不要說雙城論壇 我們希望說 哎 南京 呃 江蘇省 各市 然後跟我們新北市 嗯 多做這樣 嗯 因為過去 台北縣的時候 跟南京市是一個政黨交流平台 嗯 他們也簽了一個備忘錄 是 所以現在能夠透過這樣的燈會 去年這樣成功的模式 嗯 今年擴大辦理 所以兩岸呢 大家這些領導人都樂於 嗯 樂於看到說兩岸也這樣的一個 交流 良性的交流 是 彼此之間賣多啊 馬來馬去 對 所以 所以我感覺了 我這一次也帶了我們一些 呃 黨部的幹部過去嘛 我們總感覺到說 他們都 除非你是親自過去送邀請函嘛 對對對 去送邀請函 那我感覺到說人家對岸哦 他們一直在拼經濟 啊 我們一直拼內鬥 嗯 所以這個我覺得說 像現在我們這 國民黨這16個當選的縣市長 呃 我們 希望說大家能夠 展現好的互動 嗯 讓台灣人過好日子 才是重要的嘛 OK 所以大家要還是努力 一個目標就是拼經濟啦 對 人要進得來 錢也要進得來 好嗎 這個已經是好像大家的 對 最主要的需求 你看到說 那個高雄的鳳梨好像已經 手批的鳳梨已經賣到大陸去了 嗯 所以 所以那個 那個什麼人 那個謝龍姐啊 嗯 他說 欸 給我八個月 你看看我能不能把 農產品賣到大陸去 嗯 我要帶南部的農民 嗯 打開這個困境 是是 他也這樣說 嗯 所以大家就是目標一致拼經濟啦 那當然拼經濟這個議題 在 呃 11月20號 今年11月20號 確實是受到民眾 欸 用選票來支持 大家現在要要拼經濟 所以呢 現在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要想辦法 拼經濟 OK 讓大家過好日子 對 大家過好日子 當然我們聽眾朋友 剛提到燈會 你們有親愛的台北 到新北可以好好的來 逛逛我們新北市 就是 呃 我們的這個 李 李董事長 也是 李主委非常用心 來推動的 啊 當然相關的訊息 那有機會給我們做公告一下 對啊 讓大家來了解 謝謝 好 我們非常地謝謝 今天的特別來賓 就是國民黨新北市黨部主委 李千龍 李主委 謝謝主委 謝謝 謝謝佩佩台長 謝謝 快樂聯播盟的聽眾朋友 多謝 拜拜 祝大家心裡快樂 嗯 拜拜 朋友們都是每天說她白話的女巫 你送給你的親吻突然講到了領悟 小公主下的劇 她蓋著糖果 她蓋著糖果 天中又帶著苦 想哭 哦 她是誰的公主 哦 她是誰的希望 她已經沒有人 她的媒體 她是誰的